美國新就任國安顧問昨天參加線上研討會 前任國安顧問歐布萊恩開門見山指出 他們交接給新政府的首要問題 也是美國的頭號挑戰 就是中國議題 拜登政府國安顧問蘇里文的首要優先級 是疫情和氣候變化 在應對中共威脅上 他表示 拜登政府將改變方法 美國和平研究所昨天延續20年傳統 邀請美國新就任國安顧問參與線上研討會 象徵國安事務的交接與傳承 美國前國安顧問歐布萊恩 首先點名中共是美國的頭號問題 而且對台灣的威脅與日俱增 而新任國安顧問蘇里文 並未將中共問題排在首位 而首先談到了全球疫情 氣候變遷等問題 在主持人的追問之下 蘇里文提出了對中四點政策 第一 中方宣傳中國模式優於美國模式 美國因改革自身種族與經濟等問題 第二 與盟友推動自由 繁榮與公平社會 以對抗中國侵略 第三 保持科技領先 以取得領導地位 第四 清楚傳達以上訊息並採取行動 例如對中共在香港 新疆與台灣的行為 採取行動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中共頻繁以軍機擾台 目的可能是為了恫臺灣南方外海的美軍航空母艦 而路透社等多家外媒報導 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昨天發表聲明 羅斯福航母戰鬥群 密切監視了中共海空軍一切行動 他們絲毫沒有對美軍構成威脅 並重申維護區域穩定的承諾 新唐人野的電視 江澤洋編譯